今天是轉換焦點帶您來看到的是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他遭到前男友林秉書的施暴案件 一審法院認定林秉書一共犯下了七項罪名 合計判兩年十個月 而案件上訴二審高等法院 在今天宣判駁回林秉書的上訴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在2021年11月底 被披露遭鬥當時的男友林秉書毆打 林秉書招檢警單位拘提 最後更被羈押並且提起公訴 他過沒幾天後還在母親的臨堂 逼高嘉瑜下跪拉扯頭髮 甚至持不啞影片錄音檔等物品 威脅恐嚇高嘉瑜 林秉書還要求女助理 以電腦繪圖偽造存款交易明細 全案件一審法院審理後認定 依照傷害、切錄、誹謗、偽造文書、恐嚇 變更他人電腦電池記錄 以及強制等共七項罪名 另外六項罪名共十二罪則判刑兩年兩個月 得一顆罰金全案上述第二審 二審高等法院審理時 林秉書打出悲情牌 還稱自己有洗剩的需要 一天要打兩次胰島樹 又說自己的父親摔斷腿 他要到台中報到又得回台北照顧父親 兩地奔波非常勞累 請求法院更改限制住居地 但高等法院均不踩信 先前已經對他做出限制出境的處分 更在13日宣判駁回林秉書的上述 對於高院二審的宣判結果 高嘉宇在今天早上受訪的時候 他就說對於受害者而言 其實法律的判刑遠遠沒有辦法彌補自己 所受到的傷害 尤其他完全沒有感受到 加害者林秉書的歉意跟反省 他更沒有辦法接受林秉書 在媒體上面故意 但風向認為他沒有回憶 我們來講或是對更多受害者來講 現在的這個法律的判刑 當然遠遠沒有辦法去 彌補或者是去 對於我們過去所受到的傷害 去做任何的補償 那尤其是我們也沒有感受到 加害者他的歉意 或者是他對於整件事的反悔 或是反省 所以對於這樣子的判決 我想最主要是 法律上可能沒有辦法 有更多受害者站出來主張公道 那就我個人所提供的證據跟資料 法官在有限的情況之下 他做出這樣的判決 但是我們覺得 背後受害的人 或者是他所犯下的罪行 絕對遠遠不止他所受到的這個判決 那更何況他過去在積壓的過程中 可以抵得刑期 導致這樣子的判決 他可能只要被關幾天就沒事了 那我想 如何能夠讓加害者真正的反省 那不要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是我們最主要的原因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跟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昨天他們兩個人是雙雙受邀 出席了位於台東的全國地方正副議長的參序 兩個人被發現說他們是同台同桌 所以大家當然就很關注 兩個人會不會有什麼樣的互動呢 不過其實他們兩個人在入座之前 都沒有任何的肢體接觸 是一直到了上台致詞的時候 他們居然分別的向對方喊話 其中呢 侯友宜就說 郭董我們真的好久不見了 謝謝台東人的熱情讓我可以見到郭董 而郭台銘在上台之後呢 他則是先讚賞說 侯友宜你治理清北啊 你的這個成績非常的亮眼 可以說兩個人都在台上 展現了對彼此的善意嘛 那之後侯友宜他是在7點多的時候 就先離開了 郭台銘則是待到了8點多 而且郭台銘他在禁酒的過程中呢 還有許多熱情的支持者 一直對他喊說 總統好 要郭台銘出來選總統 也讓郭台銘感到非常的開心 那他在離開的時候 就被媒體問說 你覺得侯市長今天有誠意嗎 郭台銘則是轉移話題說 我覺得我還沒有吃飽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與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蛇日雙雙前往台東跑行程 晚間受邀出席 全國地方政府議長參緒 兩人同台同桌 被外界解讀為實際合體 侯友宜與郭台銘 在入座前都沒有肢體接觸 進攻守致意互動並不熱絡 不過兩人在致辭時 都直接向對方喊話 侯友宜表示 郭董我們真的好久不見了 謝謝台東人的熱情 讓我見到郭董 郭台銘則是稱讚 對方治理新北成績亮眼 並表示 若不是今天私人飛機 要馬上飛離機場 不然就可以送對方北返 雙方紛紛在台上展現善意 後來媒體追問郭台銘 覺得侯市長 今天有誠意嗎 郭董哲說 我還沒有吃飽 最後兩人在主辦單位的邀請下 與議長們一同上台舉杯致意 侯友宜也與郭台銘舉杯禁酒 直到侯友宜要先行離開前 再次主動走到郭台銘旁邊握手 讓媒體捕捉畫面 而由於不滿國民黨的徵召過程有增益 這個挺郭派的中常委 像是省智慧啊還有尤家富等人 他們就揚言說他們要在昨天國民黨的中常會上提案 重啟三階段的徵召 可是他們到了中常會現場卻發現挺郭派的中常委幾乎是全數缺席 沈家富 沈智慧等挺郭派中常委就揚言要在中常會上提案重啟三階段徵召 並且獲得了中常委 政任周 尤家富 沈智慧 邱素蘭 周夢榮 楊博人 侯彩鳳 還有范成蓮等八名中常委簽名連署 但是距離過半的十八名中常委差距還很大 而實際到了中常會現場發現挺郭派的中常委幾乎全數缺席 只有邱素蘭到場 尤家富則是向媒體無奈的表示 如果沒有過半的話到了也沒用 沈智慧則是說自己在趕高鐵 中常會趕不上那就算了 而最後他們也沒有真的提出議案 全場中常會都沒有任何的提案 而相較於挺郭派幾乎全數缺席 挺郭派則是有前主席將啟成的岳父 公教軍警銷總會長劉勝良罕見到場作證 據悉 對於挺郭派的發難 黨中央早已有所掌握 並且由黨高層還有挺侯的常委逐一致電疏通 將一場腥風邪雨消滅於無形之中 面對國民黨2024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他的民調支持度輸給了對手賴清德 還有柯文哲超過了一個月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 鄭麗文日前就拋下了侯夏寒少 但是侯友宜競選辦公室的執行長金普通 就批評鄭麗文說他是分化團結 他還質疑他這樣做的動機是為了爭取 下一屆的不分區立委 那麼在昨天鄭麗文受訪的時候 他就說其實他沒有打算要選下一屆的不分區立委 他不知道為什麼金普通老是搞錯重點 那他也強調自己只是向黨中央提出解方 希望不要針對他個人 我推薦的我想到的是國民黨還有真正最強的母雞 就是韓國瑜 我也希望我們的黨中央能夠冷靜理智的去思考 我提出來的這樣子的一個解方 因為基本上你現在黨內的很多的大咖 這些都有曾經表態支持郭彈寧 然後甚至於為了郭董 現在還努力的想要在中常會提案的這些朋友們 他們其實你可以發現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過去他們也都曾經是最死中麻吉 挺韓挺到底的朋友 所以的確他是有一個高度的重疊性的 那這些都是韓國瑜出來之後 他有能力整合郭董 整合柯的一個本錢 那麼今天我們的民調之所以會這麼的低迷的原因 是因為有些支持者跑去支持郭了 有些支持者跑去支持柯了 好 那這不是我造成的 所以問題不是出在我身上 我只是告訴大家 該是面對問題的時候了 那我們如何換回這些支持者 能夠讓大家整合起來 我看到的是韓國瑜 現在國民黨內是傳出不少的喚喉聲浪 而除了立委 鄭立文 挺郭派的一些中常委 更是連署希望可以喉下郭上 對此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12日出席中常會的時候就表示 他說最近有一些謠言絕對不是事實 不可能換喉 更不可能卡喉 所有的關心以及提案都是在幫助侯友宜 最近有一些謠言有一些惡意的犯話 絕對不是事實 國民黨絕無可能換喉 也絕對不會卡喉 我再次強調絕無可能換喉 也絕不可能卡喉 所有的關心 所有的提案都是在幫喉 所有的活動都是在挺喉 希望我們侯友宜能夠更好 更強 只會 Patch 可 tek 這點埃 是 追 ACC